各位小叉好 欢迎您继续加入第二个小时的凤凰早班车 带您关注今日头条 全国政协十四季二次会议 4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 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 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 发表任内首份政协工作报告 强调要深刻认识 人民政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组织 制定全国政协党组 机关党组 向中共中央请示报告事项清单 严格执行重大事项请示报告制度 全国政协十四季二次会议 4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 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 唱国歌 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发表任内的首份工作报告 他说去年是全面贯彻落实 中共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 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带领下 坚持了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 坚决克服了内外困难 新冠疫情防控平稳转断 高质量发展 扎实推进 科技创新 实现新突破 安全发展基础 巩固夯实 民生保障 有利有效 经济社会发展 主要预期目标 圆满实现 社会大局 保持稳定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 迈出坚实不防 极大增强了 全国各族人民 信心和底气 王沪宁强调 下一步的工作重点 要继续把劳履职正确的政治方向 强化政治培训 提高委员的政治能力和履职本领 我们深刻认识 人民政协 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组织 自觉把坚持中国共产党全面领导 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 贯穿到人民政协全副工作之中 在思想上 政治上 行动上 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 保持高度一致 制定全国政协党主 机关党主 向中共中央请示报告事项清单 严格执行 重大事项请示报告制作 王沪宁说 2023年全国政协进一步发挥了 统战组织功能 促进政党民族宗教和阶层关系 以及海内外同胞关系和谐 服务党和国家对外发展工作大局 在港澳方面 围绕着促进港澳青年更好地 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等 开展调研 组织深化港澳与内地交流合作 专题视察 完善联系港澳委员会工作机制 另外围绕加强两岸产业合作 打造两岸共同市场等协商建言 举办第六届两岸基层治理论坛 助推两岸融合发展 今年是建国和人民政协成立75周年 也是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一年 王沪宁就强调 要围绕中国式现代化 尽职尽责 为实践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 汇聚智慧和力量 王沪宁说全国政协工作 还存在有一些不足 主要是围绕着重大问题 进行深入的研究论证 深度协调异证的系统性不足 协商市监督创新的举作还不够 同时发挥委员主体作用的互动 以及载体还不够丰富 制度性落实还存在有薄弱环节 他就强调要认真的研究改进 富翁卫视 胡林叶百见周明亮北京报道 14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4号的上午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预备会议 会议选举产生14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主席团和秘书长 表决通过14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程 14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4号上午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预备会议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主持会议 赵乐际宣布 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 于2024年3月5号召开 大会的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全部就绪 预备会议经表决 选举产生了14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主席团和秘书长 大会主席团由181人组成 李鸿忠为大会秘书长 根据表决通过的会议议程 14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将审议政府工作报告 审查202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 与202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 202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 审查2023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 与2024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 2024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 审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提请审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组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 审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 审议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审议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复活卫视综合报告 14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主席团 4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 举行第一次会议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主持会议 本次主席团会议应到181人 出席180人 缺席1人 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 会议首先推选了14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主席团常务主席 主席团常务主席由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副委员长秘书长担任 主席团常务主席召集并主持主席团会议 会议表决通过了14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日程 大会定于3月5号上午开幕 11号下午闭幕 会期7天 根据全国人大议事规则规定 主席团第一次会议推选主席团成员若干人 分别担任每次大会全体会议的执行主席 经过表决 会议推选了大会全体会议执行主席 会议经过表决 决定刘琦 楼勤俭等为大会副秘书长 楼勤俭兼兼任大会发言人 会议经过表决 决定大会期间代表提出议案的截止时间为3月8号12点 会议期间 大会秘书处对代表团和代表在大会期间提出的议案 进行研究提出处理意见 报告主席团做出决定 峰会式综合报道 全国政协14届24会议开幕会4号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有不少的外国驻华使节受邀旁听 奥地利驻华公使吴浩然表示 相信中国政府将出台稳外资的政策 好 接下来一个最新画面 我们要带您看到的是两会即将上午9点钟要登场了 那现在代表通道 代表们也在陆续接受采访 您看到的画面是最新现场 好 画面上你看到是14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首场代表通道的采访活动现场 14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将会在今天的上午9点 在人民大会堂开幕 会听取国务院总理李强关于政府工作的报告 审查国务院关于2023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 与2024年的国民经济还有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 以及2024年国民经济以及社会发展计划草案 要审查国务院关于2023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 还有2024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 以及2024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 也会听取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组织法修订草案的说明 而下午各代表团也会举行全体会议要审议政府的工作报告 那么在5号的上午 初期全国政协14届二次会议的全国政协委员列席 14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开幕会 听取政府工作报告和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组织法修订草案的说明 5号下午全国政协14届二次会议 首场代表通道现在开始 今天上午大会新闻中心邀请六位来自不同地区 不同行业的全国人大代表 走上代表通道回答大家的提问 现在请第一组代表 两位代表分别是 奇瑞控股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 尹同岳代表 大家好 天和光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高继凡代表 大家好 谢谢 现在请开始提问 请这一位做声色西服的男士提问 对 谢谢 谢谢主持人 新华社记者提问 我的问题想提给尹同岳代表 2023年中国成为全球第一大汽车出口国 作为长期从事汽车制造业的代表 请问您认为中国汽车要怎样更好的走向世界 谢谢 谢谢 谢谢记者 27年前 奇瑞从几间小草房开车创业 我们去资金 去技术 也去人才 当时的市场 基本上都有外资或者合资品牌所垄断 行业当时有一句流行的话说 中国人敢自主干轿车 那是天方一谈 那么二十多年来我们还是坚持坚苦创业 这个 自主 这个开放创新 坚持挡建 引领坚持 强迹顾本 我们和其他的中国车企 包括合资 品牌一起 共同撑起了中国制造的脊梁 那么共同打造 把中国打造成世界第一大出口国 去年我们中国产销 三千万辆 出口 大约五百万辆 其中呢 奇瑞呢 出口了接近一百万辆 连续二十一年 占据中国品牌称用车第一的位置 习近平总书记呢 多次强调呢 我们要成为世界汽车强国 要把关键的核心技术 掌握在自己的手上 要把民族汽车品牌搞上去 我们认为啊 从一个世界汽车大国 变成一个世界汽车强国 光靠销量 光靠规模 它是不够的 我们还要在 要在世界范围里 要有自己的 让别人认可的 中国世界品牌 那么下一个十年 我们呢 不仅仅要追求销量 规模的全球第一 我们更要在技术创新能力 在品质口碑 在社会责任方面呢 我们还要争取做到全球领先 增训这个原则呢 我们始终把社会 承担社会责任 和企业健康发展 放到同等重要的地位 大家也知道 我们还是比较积极地 投赏到社会公益当中 去的一个企业 那么去年我们对 青海地震等地方呢 我们也捐了三千二百万元 用于救援和灾汇重建 去年呢 我也跑了不少国家 到了土耳其驿站 土耳其的合作伙伴跟我讲 那么去年二月份 土耳其发生了 七零八级的特大型地震 我们在土耳其的小伙伴 小姑娘小伙子们 在灾后三十分钟内 自动组织起来 行动起来进行救援 这让他们非常感动 当地的社交媒体呢 有个网友留言说 没有想到中国的汽车品牌 还没有销售一台车的情况下 就变成了当地的 积极的参与者 我想这就是中国企业 特别是中国汽车 拥抱全球化 走高质量 可持续性发展的态度 那么我们在做好我们的产品 做好我们的服务的基础上 中国企业 特别是中国汽车 还要继续加大研发投入 加大品牌建设投入 打造机制的产品力 为中国制造 为中国创造 为中国品牌 这个增光天才 度上金子 这个让 为全球的用户啊 追求 更美好的生活方式呢 提供中国的智慧 为全球的用户 提供 让他们更多的 喜欢中国产品 喜欢中国车 选择中国产品 选择新的中国车 让他们呢 更好地成为我们的伙伴 谢谢 谢谢 请继续提问 请这位 刚我们看到 是今年两会的首场代表通道 与会代表们 接在中外媒体的一个联访 待会儿回来 还有后续相关报道 待会儿见 美国最高二法院的 9位大法官 现在在4号 已经全票通过 要推翻 克罗拉多州 早前剥夺前美国总统 特朗普竞选的资格决定 也宣布 特朗普可以在全美 50个州份来参选 在超级星期二选举的前一天 这项裁决 被视为特朗普的重大胜利 美国最高法院 9位大法官在4号一致同意 美国各州不得根据 宪法第14修正案 第三款判乱条令 禁止参选人 竞选联邦职位 这项在美国内战后 通过的条款 禁止宣誓支持美国宪法 后来又参与 判乱者担任公职 而最高法院的主要论点认为 美国总统并不是第14修正案 第三款所涵盖的官员之一 这条法律并没有提及总统职位 五位保守派法官在意见书中写道 宪法规定美国国会 而不是各州负责决定 总统参选人的选举资格 由特朗普提名的大法官巴雷特 还指出 最高法院在总统大选的动荡时期 应该降低 而不是升高全国的紧张情绪 目前而言 九位大法官的一致性 比分歧更加重要 九位大法官也一致同意 特朗普在全美50个州 享有选举资格 特朗普当天在海湖庄园 召开记者会表示 这是美国的巨大胜利 他抨击拜登阵营 利用司法攻击政治对手 克罗拉多州州务卿 4号对最高法院的裁决结果 表示失望 但承认 特朗普有资格参与 克罗拉多州初选 克罗拉多州将是 5号超级星期二 举行初选的 16个州和属地之一 凤凰卫视 王宾如 王天逸 华盛顿报道 查布一个消息 是朝中社的报道 朝鲜国防省发言人 在4号发表谈话 逼平美韩两国 再次启动大规模联合军演 也增大停战状态地区 形势的不可预测性 声明说 朝鲜半岛早已具备了 一点火花也能引发 核战争的着火条件 对美韩军演予以强烈谴责 并严正警告 立即停止更为挑衅性的行动 这下跟进是 以哈的冲突局势 目前在持续当中 根据加沙卫生部门的一个说法 以色列早前对拉法发动袭击 造成至少有11人死亡 而与此同时 新一轮加沙地带的停火谈判 正在开罗举行 以色列并未出席 巴勒斯坦方面则表示 希望以哈在摘月开始之前 达成停火协议 伴随着爆炸声 加沙地带城市上空 升起滚滚浓烟 与此同时 在拉法 空地上摆放着一排排 以军空袭受害者的遗体 人们大声哭泣 难掩亲人失去的悲伤 加沙卫生部表示 以色列早前的袭击造成至少11人死亡 以军4号则公布一段军事行动画面 并发表声明称 军方包围了汉尤尼斯的哈马德地区 并实施突袭打击恐怖目标 声明称 以军在过去一天逮捕 约80名涉嫌参与恐怖活动的嫌犯 据埃及媒体4号报道 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的 新一轮加沙地带停火谈判 进入第二天 谈判取得明显进展 此轮谈判在3号拉开帷幕 哈马斯方面派代表参加 以色列则未出席 有以防官员据报称 此次没有派代表团去开罗 是因为还未得到哈马斯 关于人质问题的答复 另有以媒报道 以色列抵制谈判的原因是 以防要求哈马斯 交出目前仍活着的 被扣押人员完整名单 遭到拒绝 而据俄媒4号报道 巴勒斯坦外长马利基表示 把方希望哈马斯和以色列 在摘月开始前达成停火协议 不再有无故平民的屠杀和伤亡 哈马斯一名高级官员当天则表示 以色列不会通过政治手段 来实现其无法通过军事手段 实现的目标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土尔克 4号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 讲话时表示 应避免加沙地带的冲突恶化 并警告称 冲突的溢出效应 已在邻国蔓延 并将产生广泛影响 同一天 埃及外长舒凯里 会见了联合国加沙地带 高级人道主义和重建协调员卡格 就加沙地带的人道主义局势和援助 零下十几度的严寒和大雪 我们发掘了一座保存完好的 商代高等级贵族墓 当我们用冻僵的双手 拿着手铲刷子 其他的工具的时候 清了一件十分精美的青铜牛尊 大家都惊呼不已 为什么呢 因为这是目前为止 我们应许发现的唯一的一个 牛型的青铜容器 但是 考古不是挖宝 我们田野发掘 结社会不久 我们又组建了一支团队 这个团队的组成有 人骨 动物 植物 野精 文宝 等不同的专家 我们经过四年多的努力 然后揭示了三千多年前 不为人知的一个谜团 青铜记敏文表明 这个木族是亚掌 科技检测表明 亚掌是男的 年龄三十五岁左右 身高大约一米七 隋藏的七件象征着 军权的同月和大量的兵器表明 他生前可能是个军事家 我们在亚掌的骨骼上 检测出大量的 严重的砍扎伤 表明他成英勇作战 考古学家这种像侦探一样的 揭示古人的谜团 这深深地吸引了我 也让我坚守下去 殷须是三代晚期的都城 我们近百年 几代考古学家的不懈努力 揭示了东亚地区 高度发达青铜文明的样貌 新世代以来 我和我的同事们 又取得了多项重要的考古发现 比如说我们发现了数辆马车 可以并行的宽阔的大道 我们在宫殿宗庙区里面 发现了风光秀丽的大型池苑 我们还发现了界定 亡灵深圣之地的结构 我们甚至发现了 可以铸造 清通器 像师母屋顶 或者厚母屋顶的 这种清通做法 这些发现和研究 都把阴虚的发现和研究 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在这里我可以告诉大家 一个好消息 就在八天前 我们大气磅礴的 阴虚博物馆新馆 正式建成开放了 我们用2.2万平方米的 展成面积 展出了近4000件文物 我们用全新的理念和方法 系统地展现了 3000多年前 清通文明的样貌 在策展之初 我就提出了 我们要建立一个 亚掌墓的专题厅 我们要用550件 577件文物 来透物见人 我要把亚掌的故事 讲给大家听 目前 那件让我一直非常牵挂的 憨态可居 呆萌可爱的 亚掌牛尊 正在我们展厅的C位 来欢迎大家 赴一场 与商为民的千年职约 谢谢大家 谢谢 请大家继续提问 请这一排 这位男士 刚两会代表提到了 既往开来的重要性 马上还要有更多焦点 待会见 欢迎回来 中共中央港澳办主任 国务院港澳办主任 夏宝龙 4号晚上 探望港区 全国人大代表团 代表团指出 夏宝龙提到 香港在基本法 23条立法过程中 仍然受到外部势力干预 并且不利众人 要敢于对不合理的干预 做出斗争 中共中央港澳办主任 国务院港澳办主任 夏宝龙 晚上探望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团 并与部分的代表 共进晚餐 代表团团长马逢国 引述夏宝龙表达 较早前来港七日的感受 指出香港在方方面面 有很大的进步 觉得相当满意 夏宝龙又认为 社会都很希望 香港能够尽快 就基本法23条完成立法 可以重新集中精力谋发展 全国人大成委会委员李慧琼指 夏宝龙还鼓励代表团 在会议期间 屡时尽责 要积极建言献策 鼓励我们作为人大代表 要努力做好我们的工作 一方面就是 在未来的人大会议期间 是就着国家的一些政策 发展方向 积极建议献策 同样地我们在香港 都是要发挥积极的作用 我相信对于我们每一位人大 代表起未来理智的工作 都是有一个很古墓的作用 另一名港区全国人大代表 陈仲尼引述夏宝龙的画质 中央看重香港能够发挥的作用 以及功能 特别是国际金融中心 航运中心 贸易中心 及科创中心 而香港要发展的好 一定要继续保持国际化 市场化 及法治化 富宏卫视 季思青 邓廖唐言济熙 在北京报道 国家安全部 微信公众号 4号刊登文章 从法律要求 历史教训 发展需求 国际惯例 和民意基础 五个方面 阐明 第23条立法 是香港特区 履行维护国家安全 限制责任 应对国家安全风险挑战 完善维护国家安全 制度体系的 一答题 文章指出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香港特别行政区 基本法 共同构成 香港特区的 限制基础 宪法明确规定 香港特区 有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 香港特区政府 依法启动 基本法第23条立法 是履行维护国家安全 限制责任 落实基本法 全国人大有关决定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香港特别行政区 维护国家安全法 的应有之意 因此从法律要求看 第23条是依法立 而从历史教训看 第23条应当立 近年来 泛中乱港势力 借所谓民主自由 人权之名 行祸港乱港 颠覆国家之时 2020年 香港国安法班不实施 成为安定香江的 定海神针 要巩固当前良好形势 还香港长治久安 必须坚持 总体国家安全观 果断完成 第23条立法 斩断乱缘 除恶物尽 才能守住法治正义 重述社会正气 助力香港 素本清援 香港多年来 一直是全球最自由 最开放 最公平的经济体 在260多个国际协议 和30多个政府 兼国际组织中 拥有成员地位 这是香港的独特优势 从发展需求看 第23条尽快立法 对于吸引投资 保持国际竞争力 推动经济长远增长 具有重要作用 也可以让香港 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实现此生高质量发展 文章又指 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 都高度重视 国家安全立法 美英法德 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 均制定了严格的 国家安全法律 建立了相关决策 和执行机构 从国际管理看 第23条立法 可以借鉴 尤其是香港 历经社会动荡后 人心私定 咨询收到的意见中 超过98% 是正面支持意见 民意基础 用不立法 相信这必将为香港 法治建设堵塞漏洞 补上短板 为香港安全稳定 助劳屏障 为香港油质集星 提供支撑 为一国两制 行本志愿 报驾护航 凤凰卫视 综合报道 两会代表通道 持续进行中 马上带您掌握 战友们 结合航线规划 气象特点 任务机场的情况 进行全面的研究分析 特别是针对 复杂气象条件下的飞行 进行全面细致的准备 为的就是确保 万无一失的 接迎英雄回家 国之重器 孙二龄 接迎烈士遗骸的画面 让人难忘 当时 云上阳光普照 不禁让我们感受到 先辈们拼来的 山河无恙 家国安宁 今天的幸福 来之不易 也更加深了 我对先辈的 崇敬和哀思 激励我们 任何时候 都要敢于 空中拼刺刀 在空军组织的 比武对抗中 我和战友 决战各路高手 最终夺得金头盔 这个奖项 只代表一个阶段的成绩 而空战胜利 需要我们持续加压 时刻保持这种状态 有时 在训练中 我们最大要承受 八九个技的载荷 相当于八九倍的体重 压在身上 我们要忘记身体的疼痛反应 将全部注意力 集中于飞行和战术 将飞行技术 应变能力 变成自己的肌肉记忆 只有锤炼最过硬的作风 才能够打最硬的仗 这不仅是美名飞行员的日常 也是美名空军官兵的状态 特别是现在很多90后 00后的年轻战友 他们不仅有能力 有担当 而且有激情 有干劲 他们始终把自己的青春和梦想 融入到强军事业当中 就像一群翱翔天空的雄鹰 飞越祖国的蔚蓝海岸 俯瞰祖国的戈壁高原 天南海北 日夜兼程 搏击长空 有效 旅行使命 在强军道路上 奋力跑出自己的加速度 作为一名军人 一名飞行员 守卫祖国空天 是我义不容辞的使命 党和人民的关怀与信任 则是我们义无反顾的底气 我们将在习近平 强军思想的指引下 以天空作卷 用忠诚作答 用实实在在的战斗力 具力打好 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 攻坚战 无愧新时代的强军先锋 谢谢大家 谢谢高中强代表 请继续提问 我们要谢谢在前线的每一位守护者了 刚刚你看到是在北京 这是代表通道的最新画面 马上还有更多焦点 欢迎回来 美股三大指数周一偏软 标普Y指数还有纳斯达克指数 脱离历史高位 投资者都在进口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 本周在参众两院的听证内容 以寻找当局降息时间的线索 芯片股英伟达收涨3.6% 再创历史新高 而苹果公司遭到欧盟巨额的罚款 股价下跌超过2.5% 详情来看著纽约记者发回的报道 我们来看星期一华尔街股票市场走势情况 美股三大指数全天都是在获利回土抛售 走势债服反复的格局 在星期一没有中的经济数据出台 投资人关注的都是行业 类股和个股方面的最新动向 科技类股早时开盘 还是英伟达带头领涨 英伟达再创历史新高 并带动其他的同业股走高 另外是超级微电脑是在本月将会加入标准POL500指数 成为500股的成分之一 这样将会受到很多基金经理的抗考 所以上升21% 另外科技类股当中是好会参谈大型科技股 特斯拉公司成为纳指100当中 跌幅最大的个股跌幅是7.16% 主要一方面是忧虑该公司在国内的汽车销售前景 另外也面对多方面的法律诉讼 同时也有纽约的社区银行 在上个星期的时候分别受到惠誉和目的投资评级公司 降低他们的债券评级到垃圾级 所以在星期一重挫到28年的低位 对其他的同业股 也就是地区系银行的同类股 也造成负面的拖累 另外是比特币上谈历史接近历史新高 在星期一的时候是回弹到6万7千美元价位以上 所以也带动其他相关产业股包括Coinbase MicroStrategy等等都是大幅出现反弹 在收购合并消息方面的是 捷兰航空公司已经结束了 收购SPIRIT航空公司的计划 所以捷兰是上升5% 但是SPIRIT航空公司中错10% 同时在纳指当中升幅比较好的 还有英特尔上升4.0% 最大胜负个股 收败是10年长期收率是4.21% 而油价是下跌1.54% 是78.47毛4一桶作收 金价上涨1.46% 充长两个月的高位是2126.63美元 一盎司作收 以上是星期一情况 凤红卫视旁德 电影报道 接下把镜头转到海地当地局势 持续恶化 首都太子港的监狱遭到武装团伙的袭击 有数千名的囚犯脱逃 当地已经进入紧急状态 同时实施宵禁 武装投火4号试图控制国际机场 与军警交火 而机场目前已经没有航班升降 美国要求其公民尽快地离开海地 以关押重刑犯为主的 海地太子港国家监狱 据保有超过9成的囚犯越狱 其中就包括了重刑犯 包括美国 法国 加拿大等多国 驻当地大使馆随即采取紧急措施 暂停签证和行政服务 美国政府更是要求其公民 要立即撤离海地 外国媒体就报道称 首都由八成地区落入武装团伙的控制 不排除会对央行等机构发动袭击 而联合国对太子港局势的迅速恶化 表示关切 强调要采取紧急行动 防止混乱的情况加剧 同时呼吁海地政府等有关方面 要迅速的商定措施 通过举行选举恢复民主进程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今天香港电台里则报道 提到了40多个国家 就俄罗斯反对派领袖 纳瓦利内死亡事件 要求进行独立的国际调查 又认为俄罗斯总统普京 对纳瓦利内的死负有最终的责任 欧盟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的代表克努森 在人权理事会会议上代表43个国家 就纳瓦利内死亡事件表示愤慨 也认为俄罗斯必须要允许国际社会 对于纳瓦利内突然死亡的情况 进行独立和透明的调查 在北极圈流放地服刑的纳瓦利内 上月16号突然去世 中年47岁 他上星期五被安葬在了莫斯科 国际原子能机构三月理事会四号 是在维也纳国际中心开幕 中国常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 李松在会上发言 阐述中方在日本福岛和污染水排海问题上的原则和立场 强调中国主张强化对日本国际监督 李松表示日本罔顾周边国家的反对和国际社会的关切 并且擅自的将海洋排放超过2.3万吨的核污染水 又在上周启动第四批的排海 中国的立场一贯明确 坚决反对日方排海 强烈敦促日本停止排海 国际原子能机构秘书处形成国际监测安排 中方支持并积极参与 同时与日方保持沟通 中方也敦促日方严肃对待国内外的关切 全面的配合建立周边邻国等重要关切方 实质参与真正独立有效的长期国际监测安排 切实解决周边邻国的正当关切 要妥善处置福岛和污染水 防止日方行进 遗害全球海洋环境和人类健康 韩国政府和医生之间 围绕增援医科大学名额等政策分歧持续 而医生们3号在首尔举行大规模的集会 约会者表示 医生们将坚决守护国民生命继续斗争 而韩国政府4号则是开始 对没有赴港的住院医生进行司法处理 对此医生协会就批评说 政府没有诚意和医生们对话协商解决问题 韩国政府4日对位副港的 约8000名住院医生正式开始 叼销指教程序 但考虑到政府的行政人员 难以同一时间处理数千人的程序 所以会首先处理主导 集体请辞的领导部 政府指出医生们违反政府命令 会被处于最小三个月的雕小指教惩罚 这将会导致专业医生资格的取得时间 往外增加一年以上 也会影响到进步的就业前景 医生协会表示 政府强行增援医生等政策 危及韩国医疗的未来 政府若想解决现在的僵局 需要先听取医疗专家的意见 韩国总统引西月四日表示 目前政府在坚决推进医生增援政策 以让在地方的国民能够接受更好的医疗服务 在目前政府和医生们都寸不不让的情况下 遇到韩国医疗混乱在短期内哪里得到解决 凤凰卫视金之贤 韩国首尔报道 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 祝您开启全新一天 区域锁定我们各节的两回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